6月14日晚 韩国艺人朴友天将首次在广州体育馆举行个人粉丝见面会 这次主题为暖房party的粉丝见面会 朴友天本人亲自参与策划 希望能和粉丝们像一家人一样 一同共度一个温暖舒适快乐的晚上 除了必不可少的唱歌以外 朴友天还会与幸运粉丝互动 并现场亲手为粉丝制作料理 由于6月14日是朴友天的生日 因此中国粉丝为了感谢有天欧巴如此贴心的安排 还心心准备了补办生日的惊喜 筹划了现场送生日礼物和祝福的环节 而朴友天同公司的前辈 曾为《那年冬天风在吹》 主机的《太阳》等具演唱主题曲的《靠密》 此番也将为朴友天担任帮场嘉宾 最为JYJ组合成员之一的朴友天 近年来多以演员身份开展演艺活动 频繁参与电视剧拍摄 他更凭《乌塔坊》、王世子、《想你》等多个人气角色 积累大量粉丝 或许在影视界这么多年来 不知朴友天最想演绎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呢 除了刚刚拍完的电影《海悟》 《乌塔坊》也将于今年和另两位成员合体推出新专辑 而且《乌塔坊》在对话爱奇艺时 还透露了即将开办演唱会的好消息 《乌塔坊》也将 montwoji 也将从旅 envol子之一在 《乌塔坊》中 hazırgehen 所以我其实 visualize和这段 《乌塔坊》中 《乌塔坊》索战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